什么是一个超高层的建筑物 就是说什么是一个超高层的建筑物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就是说在CDBH他们的本身有个定义 如果一个建筑物有本身的一些高层的一些元素在里头 它就是一个高层的建筑物 那在内地的一个设计标准也有说超高层是100米 就是在那个高度方面来讲 什么是高什么是海只是一个相对的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都会以200米高 跟那个或者是50层高来界定什么叫做高层建筑物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建筑的技术比较高了 那么变成了100米这个定义已经是超高层的定义 就比较不合用 那么现在的造架方面来讲 超过200米了 那么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高度对造架 对女性的造架有一个什么的影响 所以说高层的建筑 发展商都喜欢 为什么 因为第一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块 那么就可以换成一个非常多的 就是得使用的油面的面积 还有这些在室内的进屋中心的地方 那你拿到的地块一般比较小 那你能够在上面盖一个很多的面积的话 对你的整个商业的这个business case 这个可行性的程度就会非常大 那么在平安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地块只有1万9千 那么total construction floor rate 就是那个建筑面积是47万多 这个跟GFA就是说建筑面积都有点不同 你们刚才看到的46万平米 但是我们现在47万多平米 因为我们做这个高架的时候 我们放的是一个扶盖的面积 所以这个我们通常都先要跟那个 原主方跟建筑师要沟通 这些面积我们都是非常小心的 去使用的 待会我们会再讨论 那么另外一个为什么会越见越高 就是说等于这个高层建筑 这等于是一个对业主观来讲 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形象 那么在这个招架的计划和管理方面呢 对一个高层建筑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通常这些高层建筑都是比较大型 那么还有它的用途都比较复杂 然后呢也没有这种我们说的 economical scale 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怎么办 规模定期 规模定期 因为当你的层数越高 你的招架 每平米的招架就会越高 那么跟你做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产品 你做的越多 你的量越大 你的招架就会越低 但是反过来 说高层建筑 你做的越高 你的招架 每平米的招架就会越高 所以就是说在最前期的时候 可能一点设计都没有 一点图纸都没有 一点图纸都没有 但是我们在那个阶段 可能就已经要提供给电数方 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造架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需要预见到 将来会遇到什么问题 将来的设计会大致上 会怎么样 所以说后来 那个设计出来 慢慢出来 越来越多图纸 从几张到几百张 到几千张图纸的时候 我们会一路的 把这一些图纸 做我们的预算盖算 那么去跟原来的这个 预算做一个对比 所以说在中间 如果我们感觉到有一些 更物有所知 物有所知的一些设计 可以采纳的话 我们也会陆续续的去用 所以我们就是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都不断的去 帮助业主去招标 招投标 把这个造价落实到 那个 那个合同价格 跟那个斯文大卫签约的 一个合同价格 那么 这个是一个不断的 这个进展的过程 不会说 一次过我们把所有的图纸 都搞好了 那么然后去招投标 然后拿一个 多少个一回来的一个造价 工程这样 这个不限时 因为我们要 定到这个设计跟施工 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说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很多设计修改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些 降价的变动 控制好 给业主方预告好 那么 在最后就做到这个 结算阶段 在我们这个 平安的 那个服务过程 我们是提供一个全过程的服务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 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 参与了有五六年了 从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 我们的预算 还是可以守得住 就是说没有突破 没有超过我们的预算 没有超过我们的预算 所以说我们还 我们在去开始的时候 很模糊的时候 一点设计 一点概念 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已经要给出一个 估算 相对的来讲 是 不是说对以前五年的 我们好像已经有 不错的成绩 还需要 以后的五年 我们希望才结算这段 也把这个能守得住 所以说我们在 平安这个项目里头 我们有五成 那个地图 八个避难城 八个基点城 两个地图大堂 那么这一些面积可能在你们 在最开始的时候 你什么设计都没有 什么图纸都没有 只有这个土地的规划 只有一张子里头的面积 你一张弄清楚 里头的面积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里头 给你的面积可能没有 包含这一些 因为它是不算面积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工程使用的就是 人工挖孔庄 在这个八个居住 下面是一个八米直径的一个 大直径的一个人工挖孔庄 那么我们是用这种到 到入盐的就是在实乘的 那个洞 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装已经到了盐 或者是入盐 5米以后 无论你的上面有多高 那你的装的长度 不会按这个高度来正常 所以就是说反过来说 在这个部分 就是说越高越便宜 摊分 摊分以后 你的每瓶里的造价 越来越便宜 所以说我们在 做升级风的时候 也遇到一些挑战的 因为这个地下水 比我们想的 最初做这个想看 想看的时候 是比较严重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比较接近这个地铁 那么这个地铁 提供的一个难度 所以说我们在 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工地的 因为面积比较少 效率比较低 施工的效率比较低 那么我们也 考虑过这些易做法 还有我们现在是 传统的从地道上的 这种开发的方法 这些全部都是一种 时间跟价格 相互之间的一个平衡 有些时候我们选择的 不会是一个 最便宜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 在最后 其实业主方法 是需要 做一个 已经给经过各方面的 考察 考虑的一个决定 去用哪个 哪个 解构系统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钢用量 我们大概是320公斤 一平米 在这个 平安中心 那么 在200米以下的 同样的一些 那个 办公楼的发展 大概就是100公斤 或者是100公斤 多一点 一平米 我们在这个 也要 那个 踏掉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当时 几年前 那个 不是太通用 所以我们也要 预定的 把 关键主方 去 调装的系统 那个 外面系统 当然是非常 很复杂 但是 我们可能会 遗漏了 其 两个其他 在造价方面 还要考虑的系统 一个是 灯光系统 一个是 擦枪地的系统 那个时候 我们是研究过 不同高度的 那个 SPIRE 对它的 美观性 造价 那个结构的 复杂性 这个我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可能在那个时候 我们也不敢 不肯定 所以 在未来的几年 我们还是最高的 一个 大楼 在中国 所以 这个是 有一个 两手的准备 所以说 通常 那个 金庄修都会 比较高的 高的 所以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 土地支援的 问题 跟那个 就是 建造的 基础上的 一个提升 我们可以 预见到 发展上 只会 建设越来越高 把楼 建设越来越高 但是 要考虑到 就是 很多当地的 政府的一些 规定 跟那个 环保的 环境的 对环境做什么的要求 最后我们总结 就是说 我们落选 就是说 这个 财政上 财务上的 可行性 对于 每个 发展上 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从 一开始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给一个 相对踏实的 一个 估算 在最开始的时候 然后 这是一些 中间过程中 全过程的 造价的 变更的一分钟 然后最后 就在 我们照头标的时候 把它落实到 那个 适用单位的 合同价格上面去 中间 最后 是 最后 是 最后 是 最后 的